那个 我昨天真的打你了 你说呢 好像是打了 不是 我是想说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老板 买单 老板 我来买单 你接着吃这个 我不习惯让女人买单 那我出饭前 你出车费 咱们俩两清了 谁跟你两清了 你打了我两巴掌 还发酒疯折腾了我一晚上 两清 你心里没点愧疚吗 我有啊 你有什么呀 那你让我怎么办 你要真觉得愧疚 你就赶紧接受我的提议 那不可能 那是两码事 等一下 赵叔 这周大爷的车 怎么停你家门口了 你不知道 怎么了 老周啊 前几天晕倒在大街上 早就被医院拉走了 不是 住院了 哎 护士小姐 请问有个诗欢的大爷 住在哪个病房啊 就在前面了 他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啊 是 他现在怎么样了 目前刚过危险期 不过依然处于昏迷状态 那还挺严重的 为什么把他放在走廊里啊 因为一直联系不上他的家属 目前产生的所有费用 走的都是绿色通道 我们已经垫了不少了 况且你们也看到了 医院确实没有多余的床位了 你们认识病患的家属吗 或者可以联系得上吗 如果可以付清药费的话 也许可以想想办法 他是外地来的 没有亲人 多少钱啊 直接给他安排床位吧 那你和我来这边找一下费吧 有什么东西 IO 甚至有êmes 和我转眼 但是 对 努力 我想是 要 交代好了吗 走吧 等一下 手给我 干什么 给我 给我 给你个奖励 好了 这什么玩意儿 田丽医院的传统 奖励爱心 有些人就是心口不一 忘了谁之前 对田丽医疹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来着 那你还忘了她说过一句话 叫救急不救穷 谢谢 好 好 谢谢 周大爷那边已经没事了 你还在担心什么 我担心虎子 毕竟他之前受过伤 周大爷这还病了 那要不咱们现在去 周大爷住的地方看看 可能虎子会在那边守着 但我都不知道他住哪 有一个人应该会知道 谁啊 我姑 她对医院顾客信息都了如指掌 走吧